他跟普京是隔空喊话 他们几乎是同时 同时要加强 所以这个事一出来 搞得大家有点紧张 两个核武巨头 同时要发展核武器 核武器这个事是这样 美苏两国他们的核武器 降下来占世界93% 剩下的还有什么呢 英国 马国 中国 印度 巴基斯坦 这些国家评分 另外的7% 那就很少了 然后在苏联那个时期呢 美苏之间 他的核武器一天起来 你有这个我有那个 双方就有核竞赛 核竞赛到1987年 这个 丽根总和戈尔巴乔夫 好像在冰岛的雷克亚维克 在那开了一次会 就说我们要这个 裁剪核武器 最后双方达成了这个协议之后呢 苏联就解体了 俄罗斯呢 当时你们是叶利欣当总统 叶利欣当总统 他就认为 这个只要是美国说的 只要是西方说的 我们就赞成 核武器真正要发展 是普京上的2000年运步 开始的 这是唯一一个非常正确的战略 制美国就是这一个杀手舰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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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